九尾狐李然顺利的帮助李朗与会长解除契约后, 就给智亚发过来一张图片。 正是会长家的灯笼草, 为什么发这张图片呢? 还要从几天前说起。 李然已经成功地认出了成年后的蛟龙, 面对李然, 蛟龙毫不掩饰地跟他讲, 要得到智亚。 李然听过勃然大怒, 顿时天空乌云密布, 但蛟龙却显得异常的淡定。 不一会只见一个人从高楼上直接砸了下来, 而另外一个女人, 则扔下手里的东西, 直接去寻死。 李然见状感冒上前阻止, 可他毕竟个人能力有限, 短时间内不明原因死去的人已超过数十人, 这也引起了杜婆和婆公的注意。 因为这些人均不在死亡名单中, 杜婆已经意料到这是蛟龙所为, 面对这种局势, 实在想不出办法的李然, 斗胆带着智亚来到杜婆这里寻求解决方法, 开始时肯定少不了杜婆的训斥, 为什么带一个人类的女孩来地府, 可面对婆婆的淫威? 智亚表现得不卑不亢, 她表示此次来是想希望婆婆能够帮助自己, 找到失散多年的父母, 而代价就是她可以帮助他们除掉蛟龙, 与体内的蛟龙对抗到底, 婆婆听后不禁叹了口气, 她要婆公和智亚先出去, 跟李然讲到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出手对付蛟龙吗? 因为蛟龙的灵片存在于智亚体内, 他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, 除非蛟龙主动离身, 否则一损俱损, 李然也瞬间明白了, 杜婆为什么当初没有告诉她, 智亚就是阿英转世的事实, 原来她是为了保护自己, 担心自己再次受到千年前的伤害, 可她还是表示她一直活下去的意义就是要找到智亚, 时间能够重来, 她依旧会这么选择, 于是婆婆终于松口了, 就这样李然在帮助李朗解除契约的同时, 也将会长的灯笼槽给拿下了, 看到李然他们已经计划成功, 她也直接跟蛟龙摊牌了, 讲到我已经认出你了, 你就是卢走我父母的仇人, 显然蛟龙再次满满皆输, 本想利用李朗和智亚, 得到李然的躯体, 但现在二人在利益面前都选择了李然, 这让蛟龙的挫败感倍增, 等智亚回到家时发现地上居然有两双鞋, 推开门一看父母早已等候在屋内, 货别多年的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, 而李然当然也要面临, 见家长这一考验, 不知所措的她, 向智亚同事来取经, 是不及格, 因为当智亚父母问她多少岁时, 她说自己上千岁了, 尴尬的智亚赶忙打人场, 说李然一直在国外留学, 因此说话有时摸不着头脑, 但很快父母又关切地问道, 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, 李然则表示自己根本没读过大学, 甚至高中也没读, 更是没有工作, 这场面尴尬到几点, 最后为了打破僵局, 智亚父母问她喜欢智亚什么, 接下来的话着实感动了智亚父母, 她说自己的经历远比二位想象的要复杂, 在漫长的岁月中, 大多都是残酷的画面, 唯有智亚给了她家的温暖, 表示她会非常珍惜智亚, 尽自己所能去保护她, 做父母最期盼其实就是一个真心带自己女儿的人, 听了这番话, 智亚父母也放心地把她交到了李然手中, 李然总算惊险过关了, 可李朗这边又出事了, 只见右立如同疯了一般, 上来不分青红皂白, 直接上去就是几下, 事后反应过来的她也不知发生什么了, 只知道在楼下时碰见一个人, 同她说了句真想杀了她, 李然不用猜也知道, 又是蛟龙搞的鬼,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救李朗, 唯一想到的办法只有灯笼草, 可这让李然觉得, 每颗果实都凝结着一个人命, 不能用其他人的生命来挽救李朗的命, 可不断深深自责地右立, 却管不了那么多, 只要能救李朗她全然不在乎, 李然还是拦住了她, 因为她反应过来, 为什么只有枝雅的父母幻化成人, 而其他的灯笼草却没有, 明显是给他们下的圈套, 要他们间接谋人性命, 这样李然就会受到惩罚, 进而就不能守在枝雅身边了, 给了交融可乘之机, 到了晚上, 又离看到不省人事的李朗, 实在安耐不住自己, 于是偷偷地潜入李然家, 顺势摘下几个灯笼草就往回赶, 可回去的路上, 灯笼草就开始枯萎, 到了走廊, 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两颗, 来到李朗面前时, 唯一的一颗也化为灰烬了, 谁又能救救李朗呢?